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亿寄出相关规定 另外一亿为解封其实卖厂的美食街店家 可以看到他们也及早做准备了 可以看到他们是撤出一些桌子要来扩大距离 另一头也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设下隔板 桌子擦拭消毒 联盟中设隔板 因为松绑条件还包括采梅花座 维持1.5公尺防疫距离 只能提供个人套餐不共食 容留人数为总座位的二分之一 只是各县市开放内用不同调 业者也只能先做准备 基本上中央这个规定 我还是会配合地方的施政 所以我们现在有预计 包含了在座位区的部分 基本上每个桌子 尽可能都是加装隔板 那我们的清洁人们 会不定时的去做清洁 而美食卖场好事多 则是选择不跟进 门市用餐区还是维持不开放 毕竟用餐一定得脱口罩 内用安全性也成为防疫考验 国道车型站内 清洁人员仔细消毒隔板 因为13号之后将开放民众内用 防疫措施不敢马虎 适当的社交距离 进出休息站 基本的食联制量体温不可少 依照高工局人员也来巡视 要为违解封做准备 进入商场请配合食联制登记 并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国道美食区将开放民众内用 环顾整个用餐空间 采用梅花座并架设隔板 餐桌上标示保持社交1.5公尺距离 而且限制用餐一小时 进太久了 还好一小时可以 保持社交距离 要设定隔板 必须不要太多 如何掌握每个人用餐时间 高工局表示人数过多的话 会要求部分民众在外等候 并劝导内用客人尽快离场 以实定服务区来看总共5个出入口 防疫期间仅开放前后门 就是要掌握人流管控 我自己是觉得自律比较重要 就是解不解封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要自律 才能就是比较好一点 为解封各单位绷紧神经 民众既期待又害怕 如何有效控制避免群聚 也是一大考验 三选李维廷、徐昌云新被采访报